结果是怎么样 8就出现了 他就帮我怎么样 把3加5 print出来放在这边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再来最后一个就是说 那可能同学说 这个字太小了怎么办 要把它放大 如果你要放大的话 基本上有几个方法 按右键 这边有什么preferness preferness里面有一个这个 有个coloring的form 有个basic basic里面有一个testform testform edit一下 里面的话你可以把它找到 看你要14号字吧 然后把它apply就放大了 如果你还不够大 按右键 再去设定 我以前都教同学都找这边 不过我发现后来同学都找不到 所以我教各位更简单的方法 这个方法你可以忘记 但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ctrl 按加号就可以了 ctrl 减就可以了 OK 但你可以用刚刚那个方法设定 或者是另外一个方法 ctrl 加 ctrl 减 我把画面再切换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我们很否则的就已经把那个环境先打开 第二步记得先把那个Python的那个韩式库的位置 还有Python的exe告诉他 所以在那个什么Python里面 找到哪一个呢 记得到PyDiv 在这个PyDiv里面的那个Interpreter 这个 Interpreter在这一层 这个Interpreter 这边Python的Interpreter 那这边记得New一下 New的话呢 就browse 记得找到这个 你c叠底下的那个Python3732 找到这个 按开启 开启之后按OK就可以了 在这个地方就会出现 会找到那个就是Python的路径 这个一定要设定 如果你没有设定的话 那他就会run的话 就无法去帮你把那个刚刚写的程式去做编译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一定要先做 做完之后的话 第二个步骤 请各位再去撰写刚刚的程式 第一个点那个开 你应该有开到这个画面 然后window window有没有 底下最下面有个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preference 点下去 找到这个 PyDiv的Interpreter 再展开哦 它有个箭头吗 你可以点开 在这个Python的Interpreter 这个地方 然后new 在browse去找到就OK了